老师您好,之前看00454没看懂,昨天又看了一遍 感觉看明白一些,还有一些问题先请教老师 我预计8到10年后退休,目前没有质押借款 有钱就投入退休账户或者brokerage账户 请问,问题一,全部买QQQ,不用买QLD吗? 如果要买,在Ross Air里面还是401K 回答问题一,投资,QLD要在退休账户 问题二,需要按照状况六来分配 80%QQQ,20%现金吗? 回答问题200454影片是给已经退休没有收入的人 做退休资产配置,还没退休的不适合 不要用错工具 还没退休的没有质押做β1.0 可以留半年紧急备用金 其余的100%投资QQQ 或不用留紧急备用金全部的资金80%QQQ 10%QLD10%,Money Market就是紧急备用金 还没退休的没有质押做β1.1不用留紧急备用金 所有资金70%QQQ20%QLD10%,Money Market 问题三,需要每年年底做无脑在平衡吗? 回答问题三,无脑在平衡是00454影片给退休人士 且有质押的人使用 你还没退休也没质押,不要用错工具了 你就依据上面的资产配置,每年尽量保持这样的资产配置做调整 问题四,在影片00454模拟的状况几个中 状况一到状况五有质押借款 并且买了杠杆基金QLD 请问质押借款不买QLD可以吗? 这样的结果跟买QLD有什么不同? 问题回复四,质押借款不可以没有杠杆基金 质押借款要持有远远高过借款金额的现金 如果不用杠杆,只留大量现金预防风险 你的β会远远低于1.0,就失去质押借款的意义 你质押借款不买QLD不留现金,你全仓QQQ 当市场跌在到0,你就被清盘破产 如果你质押借款,就要留高过借款金额的现金 预防意外,QQQ跌到0 有超过借款金额的现金就不会被清盘 但因为你持有高额的现金 β低于1.0投资绩效不好 所以你需要配合杠杆基金让β维持1.0 如果你不要借款 你用两倍杠杆基金 另外的现金拿来花 例如说你今年需要10万美金 你就买了10万美金的两倍杠杆 另外10万美金拿来花 代表你一直都没有现金 当股市跌到0的时候 你就没有现金买便当了 但是有质押借款又保留大量现金的时候 当市场跌到0 你还有远远大于质押借款的现金 不止不会被清盘还有钱买便当 逍遥过几十年 以下文章让你参考 距离退休 还有一段时间者的资产配置 RAP 2.0 之前在我们频道影片编号00454中 所提的状况一到七 是提供给即将面临退休者和已经退休者 要从投资中领取退休资金者的建议 你如果还年轻 还有十几年后才退休 所有影片编号00454的状况 都不是很适合 我们00454所模拟的状况一到七模拟 是给已经退休者或是快退休的人 离退休还有一段时间的人 还在工作的或无论是否退休任何人 只要不会从资产领取资金过日子的人 依据下面五种状况 1.留半年紧急备用金 全部的资金都投入00662QQQβ1.0 2.无需准备紧急备用金 80%投资00662QQQ 10%投资00670L 10%留现金放在00864B 00670L与00864B每年平均在平衡 β1.0 3.留半年紧急备用金 其余资金更积极1.90%投资00QQQ 10%投资杠杆00670L每年再平衡 让β1.1 4.无需准备紧急备用金 70%投资00662QQQ 20%投资00670L 10%留现金放在00864B 00670L与00864B每年平均在平衡 β1.1 5.已经退休 退休金已经够过日子 不会从投资资产领取资金过日子 无需准备紧急备用金 80%投资00662QQQ 10%投资00670L 10%留现金放在00864B 00670L与00864B每年平均在平衡 β1.0 以上问答分享 股票质押借款风险非常的高 如果再不懂的情况就去贸然执行 你不是已经破产就是在破产的路上不可以不小心 没有搞清楚之前不要贸然行事 免责宣告 所有的email影片内容与回复资讯仅供参考 我不是专专业的投资顾问 也不是专业的税务人员 所有资讯仅是个人经验分享 投资需谨慎 投资和任何决定与行动都要自行负责 感谢观看本篇影片 如果你喜欢这个主题 请给我们按赞和订阅分享转发 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和经验 撰稿 James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